下半场同样是有棉阵 同样是破轮 但是班位的话不一样 这边是放出了一个戒尸 放出一个戒尸对于破轮来讲的话 其实蛮头疼的 他这把是要四抓的 但是我觉得放出戒尸呢 就不太可能四抓了 为什么呢 就你上来戒尸娃那边一放 这个你打不打这个娃 你打这个娃 然后娃爆了以后 你再去找戒尸 第一波的一个追击 击倒的节奏就会慢很多 你不打这个娃 娃在外面修 那么你击倒第一个人以后 外面多一个人在那边修 你密码机也控不住 那也没办法四抓 所以说他这把没有把戒尸扳掉 我觉得还是蛮难四抓的 很难好吧 这把的四抓率 我们待会看大老师给的数据 然后我再来给到一个我的数据 没关系 根据阵容 我就先给你们下一个判断 这把的四抓率不超过10% 不超 哎呦 一波反传 那不超过5%了 开开玩笑 开玩笑 破轮的话 其实第一波节奏 稍微慢一点的问题 也不是特别大 稍微慢一点不是特别大 导播你这个能不能把技能切出来 让我们看一下 他带的是什么 带的是闪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带个闪 因为先是被搬掉了吗 带个闪前期快速起一个击倒节奏 哎夹住 漂亮 夹住了 哎呀 昆虫 导播 四抓率28.5% 这个我已经给大家讲过 就是那个大老师是偏爱破轮的 怎么击倒了这边的那个 然后四抓率又上去了 将近40%的四抓率了 还行吧 我觉得这个四抓率没那么高 但是这波击倒的节奏挺快的 因为滚了两下 然后击倒节奏挺快的 这样的话呢 求人者这边是比较难去争一个胜面了 但是现在对于求人者来讲 由于外面有四个人在修 所以说你要去争一个平 我觉得是还有的打的 还有的打的 这边丢个夹子 18这边来救人 先扯下来 有薄面 祭司一个洞打 有两个人都没打到 他如果打针对打不了控场的话 这把是没办法四抓的 四抓面还是不高于 不会高于10%的 我觉得9.98% 不会特别高 因为这把不像虾哥那把 虾哥那把上一把的话 他的在追击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在控密码机的 而这把 其实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注意到没有 他并没有打断太多 求生者的一个修机节奏 上一把因为前锋来救人 救完人以后 前锋撞前锋宝 各种的会脱掉 其他人的那个密码机的一个进度的 但是这把的话 其实穷者这边 并没有干扰太多 戒失而且是双修的 所以我觉得这把打到这个局面的话 如果再不控场 应该是没有办法去四抓了 而赢有可能能赢 但是四抓的话不太好说 救下来 这边祭司还有个洞 再推 不过 这边推推推 直接滚 好的 二接 祭司 拉高低差 防你 防你一手悲观 这边也切插眼了 也切插眼了 很急 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各位很急 这个时候特别不能急 这个高低差拉的 这细旋 被关打不出来 刚说完 被关好的挂飞 三台机 我们看外面三台机的一个剩余量 一台百分之八十几 这边在补状态 补完以后 差不多是个三人满状态 通缉到机械师 机械师的娃倒是已经没有了 但是剩余的机的量 我们看有没有三连可以来守 中间这台差了没多少 那先追着佣兵打吧 我觉得这边把佣兵的道具耗完 它还是有赢面的 四抓面暂时不盘 它需要压到一台遗产机 才有四抓的可能性 如果穷者不给到机会压遗产机的话 我觉得这把三抓型 四抓还没有到这个节骨眼 称一下 如果这台能够点掉 那这就 可能穷者甚至有机会能保平 这台如果中间这台 待会能够点掉的话 这把穷者甚至能保平的 佣兵手下有两个互币 这边的话得赶紧过去压住机子 但是他这边压机子的过程当中 佣兵可能会杀回来一个回马枪 把这台机子强行点掉 我们看一下这边 镜头会不会给到佣兵 95% 佣兵果然杀了个回马枪 这手回马枪一杀的话 那这把四抓没了 这个机子不能这样子要抢掉的 这个机子这样抢掉的话 剩余的密码机外面可能不太空得住 而且佣兵这边修完以后 拉到了地图的另外一端 大家注意到没有 佣兵这个拉的位置非常的好 草哥这把拉的一个位置非常的好 拉完以后你这边就 你想挂我 你得到地图另外一端来找我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能不能把这个迎面先打下来 现在他如果说利用吸血杯光 秒掉一个人压住机子 这台机子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能赢的 因为外面虽然说机子够 但是佣兵现在还是一个交自己的一个状态 还是一个倒地的状态 待会要交自己的 夹子夹住了 漂亮 佣兵起来了 这样的话 昆仲学者这台先抢掉 然后佣兵外面再补 机械师这台就不要了 机械师拉死角 能拖多久拖多久 这边只能放弃这个机械师 往外去找节奏 他如果说能将佣兵击倒 然后把佣兵的自起 佣兵自起应该已经交掉了 所以说这边有一个倒地没的 倒地了以后没办法自己的 滚一下 戏靴 这边上二楼 那再找佣兵吧 这机子还是刚才那刀没打中了 那刀打中了 赢了 虽然说可能穷者能跑一个 但是赢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能赢的 但现在这刀没打中的话 机械师慢慢的蹭 能蹭很久 这边佣兵戏靴 然后悲观 戏靴都给躲了 这边交了个狐币也非常的关键 草哥这一把的话 两手打掉了这边破轮很多节奏 第一手就是满状态 虽然说一刀没 但是他回来是将密码机给偷掉了 这样的话 穷者其实给穷者省掉很多事情 这是第一波 然后第二波 这个护币也躲掉了这一个戏穴 再来爆 最后一个护币交开 这里要插一个眼封这边的门 当然这佣兵是教自己的 如果说这边丢个夹子 能丢中打一刀 还有机会 这边的板子 这边的板子没破掉 再滚 他只能放弃这边去滚那边了 对他只能放弃这边滚那边 18这边的昆虫 滚上以后直接切形态来打 要丢夹子主要看夹子准不准 这边夹子没夹中的话 这边下一个眼 他这边应该是要再开形态去滚那边了吧 要不然可能趋向于一个瓶了 对他只能是再滚那边 然后去把这佣兵给打了 这佣兵的话 好像吃一刀可以强行把门已经点开了 那这把机械师 一个翻版加速 三跑 等会儿 来不来得见 来不来得见 有夹子吗 滚的话 那没了呀 这滚有7秒钟的一个 三跑 有机器的穷者还是厉害 几个关键点 刚好都给他讲到 机械师那刀没打中 也是一个关键点 不过就算那边打中了 机械师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三抓 还到不了四抓 就是因为这把的机械师被放出来了 机械师放出来的局 破轮其实是很难四抓的 因为整体的一个机子的一个速度太快了 当然这把的话 其实各位打的还蛮好的 就差了一口气吧 毕竟新选手嘛 然后昨天也看到他微博在讲 就是打比赛的时候紧张的手都发抖 这个多打一会儿 多上几次以后 应该慢慢的后面会 那个感觉起来了以后 其实我还是蛮期待后面的发挥的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